2005年邪恶力量横空出世 不知不觉 温家双煞已经陪观众走过了15个年头 我从小学生长成了抓阿姨 而邪恶力量这部史上最长寿美剧 也终于迎来了最终极 我们从2018年开始解说这部美剧 这个坑终于将要填完了 不论是追原剧还是这样看结说版 15G一起走来 邪恶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 是那种陪伴的感觉 你想到大丁三米小卡王后的人生 要各自打怪了 还蛮舍不得的呢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会把这15G的视频 以G为单位做成合集再发一次 整个系列的解说跨度三年 所以质量上面稍微有点不一 希望新入坑的小伙伴们见谅哦 稀里里 我是专马 终于要开始讲邪恶力量第13G啦 眼看今年SPN中纪就要开播 胜利的曙光在照射我们 介于这几季故事实在是谁 我决定一口气多说几季 今天我们就来看邪恶力量第13G Part 1 上季末尾小卡被杀 我妈妈和卢西法被关进一时节 强大的拿飞令人杰克诞生 正邪未知 三米找到杰克 杰克想找爸爸 还没等三米说清楚 大丁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 看见全裸的杰克就开枪镇压 结果两人被杰克的力量振晕了 等到兄弟俩醒来 杰克早就消失不见 杰克裸着身体到处找爸爸 幸好善良的女警和女警儿子把他带去警局 还给他穿上了衣服 原来会邪魅一笑的杰克 只是个傻白天 基础尝试啥都没有 只记得要找爸爸 大丁和三米两人不得不开始寻找杰克的下落 三米想要教导杰克 大丁却急躁地想直接杀掉他 见连失去母亲和好友 大丁偷偷躲在一边请求上帝帮忙 也得不到回复 他失望不已 兄弟俩成功在警局找到杰克 三米发现杰克并不是恶意的 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能力 他心平气和地与杰克聊天 希望能够再度打开异世界的大门 把欧妈妈找回来 只是杰克只想找爸爸 并且他并不认为鲁西法是自己的爸爸 杰克认定的父亲是小卡 杰克一出生就是成人形态 并不是因为他急着要毁灭世界 而是听从了凯莉的一言 为了在危险的世界保护自己 选择成人形态诞生 本质上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小宝宝 刚增 如果杰克以小baby形态降生 那估计这剧就变成了奶爸育儿手册 大丁也不会对杰克这么逼迹了 就在众人聊天之际 天使们杀了过来 他们要带走杰克 因为这个大天使耳朵混血儿子 几乎无所不能 可以成为天堂最有力的武器 杰克被天使电台的噪音刺激 天使们把三米爆打一顿 随后就要把杰克绑架走 关键时刻 三米用血化符咒赶走大部分天使 唯一遗留的女天使假装投降 趁机用天使之刃捅穿了杰克 三米惊讶之下顺手捅死了女天使 大丁和三米紧张地看着杰克 然而杰克一脸懵逼地拔出天使之刃 自己毫发无损 看来目前没有任何武器能杀死杰克 现在这孩子就是无法处理的存在 大丁虽然还是不信任杰克 但不得不面对事实 暂时收留他 三人回到湖边小屋 收拾好凯莉和小卡的遗体 随后悲伤地用油火化了他们 地狱之王C书光荣牺牲 鲁西法流落一解 现在地狱群龙无首 一直活在传说里的地狱王子们 又本大出来一个 第四位王子 阿斯摩泰 我们绿一下哈 地狱王子的老大是亚萨瑟 搞恶魔血液养骨的那个家伙 老二只想做个普通人 老老实实过日子 结果被我妈妈和英国记录者坑死 老三大滚被杰克小卡杀死 于是老四即位 阿斯摩泰一上位 就把C书派恶魔全部干掉 野心勃勃地等着鲁西法带杰克归来 阿斯摩泰吩咐手下找杰克 他要训练杰克成为地狱之王 自己当个中心的摄政王 阿斯摩泰虽然是鲁西法创造的 嘴上刻骨实实说着效忠鲁西法 但行为处事上 阿斯摩泰似乎是个疯狂的家伙 曾经想要释放地狱魔物舍钉 驯服他们 结果被鲁西法狠狠教训羞辱过 温家兄弟带着杰克住进旅馆 杰克宝宝看似酷皮动画 傻呵呵笑 大丁明显也很喜欢 却还是强硬地掐断了杰克的娱乐 连三米都看不过 大丁对杰克宝宝的冷酷了 吃晚饭时 杰克所有的行为都在模仿大丁 三米转移话题想知道杰克的能力 结果杰克就是个宝宝 一问三不知 眼镜先知找上门来 他感知到杰克出身的能量波动 不由自主地赶了过来 在眼镜先知眼中 杰克的能量和鲁西法的暗黑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股能量太强大 很可能被天使们追踪倒 几人带着杰克去纹生 消映藏他的气息 结果 杰克先是因为疼痛撞飞纹生师 随后纹好的符咒又完全消失 杰克的能力似乎全凭本能 大丁认定杰克是个坏孩子 先天遗传改不了 三米却觉得杰克是个好孩子 只要好好教养就没问题 杰克没有办法忍受争吵 偷偷躲到了屋外 想着妈妈凯莉对他的期盼和爱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坏孩子 不值得出生 三米温柔地劝解他 一夜过去 三米试图劝大丁不要偏激 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杰克被人骗走了 恶魔们袭击了他们 被大丁和三米顺手干掉 两人在眼镜先知的指引下 追踪杰克 阿斯摩泰假扮眼镜先知骗走杰克 哄骗他释放舍钉 温家上下及时赶到 阿斯摩泰一看被识破 干脆掐住中人的脖子 继续诱哄杰克 杰克意识到阿斯摩泰是坏人 立刻发怒赶走了他 杰克被带回温家宝 大丁依旧不信任他 当他看到杰克自我伤害 非常迷茫时 还是冲上去夺下了匕首 可嘴上还是发着狠话 如果今后杰克做错事 大丁会亲手杀掉他 三米把凯莉生前留下的影像 交给杰克 杰克聚精会神地 看着妈妈给自己的留言 在妈妈眼中 杰克是最棒的孩子 他相信自己的宝宝 不会理会鲁西法的基因 不用被命运束缚 You are who you choose to be 三米忽然接到了 灵媒黑大妈的求助 黑大妈曾经和兄弟俩 一起为老家的房子驱魔 距离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 最近接连多名灵媒被杀 三米想在家守护杰克 于是请敲地警长出马 大丁才不想搭理杰克 自己出门去解决这些案件 在黑大妈的感应下 这次事件是十岁鬼干的 他迷恋上灵媒的大脑 下一个目标就是黑大妈的孙女 黑大妈和儿子黑书关系紧张 黑书完全不听母亲那套 直接挂了电话 黑大妈只能拜托大丁和乔地警长救人 实际上 黑大妈还感应到 自己也是十岁鬼的目标 他留下作诱饵 牵指住十岁鬼 让大丁和乔地警长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 赶望孙女处 自己平静地接受了死亡 半路上 大丁看到了黑大妈死亡的警讯 也明白他的心愿 于是立刻赶到了黑书家 黑书的女儿小灵媒也拥有能力 他做的梦总会实现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神秘力量 学校里 小灵媒被十岁鬼袭击 反抗中他搬断了吸管 被及时赶到的大丁救下 十岁鬼趁机逃走 黑书一直知道母亲的职业 他不想让女儿也过着恋魔的日子 于是带着女儿远远离开了 而且骗女儿奶奶是个骗子 小灵媒小时候很爱奶奶 却连奶奶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他气呼呼地跑回房间 被十岁鬼抓走 黑书意识到不好 他也有一点灵媒体质 立刻用水晶感应女儿的所在地 废弃的房子里 小灵媒感应到父亲 会带着大丁和乔地警长来救自己 但愿会被全部杀害 当父亲带着人真的赶来时 他利用自己的感应 顺利帮众人逃过死劫 成功杀死十岁鬼 时间结束 大丁劝小灵媒做个正常人 乔地警长却留给他一张纸 顺应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是件坏事 大丁在外杀怪 三米在家训练杰克的能力 但是杰克并不喜欢 大丁说的想杀他的话 让他非常失落 母亲爱他 却因为胜他死亡 小卡说保护他 却也死去 他害怕自己真的会变成坏人 三米只能让杰克安心 不再强迫他学习 大丁一回家就被三米质问 怎么可以对一个孩子这么残忍 说出要杀死他这种话 他们要做的是拯救杰克 好好教育他 大丁因为小卡死亡 妈妈可能被卢西发杀死 情绪早就崩溃 他一看到杰克就想到他们 这种孩子不配被拯救 并认定三米对杰克好 只是想让他再度开启一世界大门 当个工具人 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杰克听见了 他不由得喊出小卡的名字 而就在一片寂静之地 小卡因为这声呼唤 醒了过来 猎魔生活要继续 大丁找了案件 三米执意要带着杰克 不能把他像软镜一样关在家里 三米坚信杰克是个好孩子 大丁只能妥协 杰克却不愿意跟着出门 他听到了昨晚的争吵 怀疑三米是在利用自己 三米温柔地向杰克解释 他确实希望杰克能够打开一世界大门 拯救温妈妈 但如果不奏效也没有关系 三米是真的在乎杰克 希望他能够好好生活 做个好人 听到这句话 杰克闷闷地笑了起来 大丁和三米熟练地交换信息 杰克宝宝还在纠结 假扮身份是撒谎 这是不对的呀 大丁可不管他 对杰克的所有行为都保持鄙视 三米耐心地教导杰克 练魔的所有技巧 大丁瞧不上杰克宝宝 还要指使他干苦活累活 杰克害怕大丁 却又对他言听几从 希望大丁能够喜欢自己 在排除鬼关作祟后 三米查到所有受害人 都和悲伤咨询师有关 他们冒充要做行李咨询 找到咨询师 兄弟俩本来是假装有矛盾 结果因为问妈妈是否还活着 吵出了真情实感 三米吵不过 生气地走出咨询室 贫富情绪后偷偷调查 发现咨询师居然是变形者 但咨询师是无辜的 他虽然是怪物 却选择帮助人类 作为悲伤咨询师 他会假扮病人逝去的亲人 让他们好好告别 在受害人被杀时 他又不在场证明 咨询师的前男友是渣男 有重大嫌疑 渣男也是变形者 他喜欢折磨人 于是咨询师离开了他 渣男喜欢毁掉人类的生活 现在他的行为就是在报复 毁掉咨询师的生活 三米留下看着咨询师 大丁不得不带着杰克 去排查嫌疑人 三米从录像上 发现了渣男的踪迹 已经出门去追查 杰克找上咨询师 希望他能够变成凯莉的样子 咨询师满足了杰克的愿望 安慰脆弱的杰克 杰克很害怕自己是坏人 是怪物 但凯莉相信 就算是怪物 也可以是好人 他相信杰克是个好孩子 渣男便行怪 趁机打晕打钉 袭击杰克 把两人锁了起来 还挟持了咨询师 渣男威胁咨询师杀掉人类 咨询师却宁愿自己被杀 三米赶了回来 渣男要当着众人的面 杀死三米 在危机关头 杰克爆发了能力 救下三米打晕渣男 事件结束 大丁看到了杰克小天使的一面 难得夸奖了他 杰克宝宝听到后 终于露出了笑容 大丁向三米承认错误 他对杰克的看法太偏激了 也向三米抱歉 自己无断地认定温妈妈已死 他希望三米能够 一直保持妈妈还活着的信念 因为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另一边 小卡被杰克的呼唤叫醒 他现在身处的地方叫虚无 所有天使和恶魔死后 都会来到这里沉睡 小卡成了例外 虚无的掌管者非常生气 因为只要有生物不睡 他就无法睡去 可人比他怎么威胁 小卡都不愿意睡去 他要回地球 虚无掌管者为他烦得不行 只能把他丢回了人间 看着光明的阳光 我卡汉三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邪恶力量第十三季 五到八集 话说三米兹兹兹兹兹 想了遍大丁的道歉 看到了不安于难过 他知道哥哥越有事 越会表现的若无其事 于是找了个少年失踪案件 并把杰克单独留在温家堡 与大丁温故难得的二人戀魔时间 希望安抚哥哥的心灵 少年们在废弃的疗养院失踪 唯一的生还者 却因为极度恐惧封闭了自己 并且在大丁和三米问询过后 也失踪了 废弃疗养院曾经的院长 是个变态医生 经常用病人做实验 被人发现后就被处决火化了 变态医生脸上总会戴着鸟嘴装面具 看来是鬼魂作祟 大丁和三米赶到废弃疗养院 查到变态医生的遗物 就是鸟嘴面具 立刻烧掉了它 变态医生的鬼魂消失 疗养院却不平静 有更多的鬼魂出现 他们发奋的要找到变态医生报仇 受罪的却成了大丁和三米 不找到受害人的尸体 就没法超度鬼魂 这些鬼魂们无法现行 大丁只能用假死法灵魂出窍 前来收魂的死神看到大丁 立刻汇报给上级 大丁从鬼魂口中得知 变态医生掩埋尸体的地方 却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早已死去的死神比利没则 不过现在他升级了 世界万物都有法则 死神也有 当死期老爷子死去后 下一个死去的死神 就会接替他成为死亡骑士 现在比利成为了死亡骑士 比利带大丁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想要知道平行事工和时空裂缝的事情 并允许大丁提出一个要求 大丁希望比利派死神 拯救疗养院里失控的灵魂 比利照做后 大丁把平行事工的事情告诉了他 比利知道了自己想要的 也看出大丁的死志 以前温家双杀不论如何都会求生 现在大丁受到亲人有人去世的打击 唯一的想法就是死亡 比利没有答应他 整个办公室里写满了大丁的死法 但是今天不会 嘖嘖认识一个死亡骑士 真好 我也想再活500年 成为死期后 比利有了更大的格局观 他意识到温家双杀的重要性 他期待着大丁和三米以后的作为 于是他放过了大丁 三米也迎来了复活的哥哥 大丁把比利的事情告诉了三米 也向三米敞开心扉 他确实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生活也只能一直向前 三米担心地看着哥哥 欲言又止 大丁却忽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当他开车向目的地驶去 看到的是完整复活归来的小卡 兄弟俩激动地看着小卡 立刻上前拥抱 小卡以为是大丁和三米救回了他 三米却想到 也许是杰克宝宝救回了小卡 三人回到温家宝 杰克非常希望小卡复活 现在小卡就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 杰克在家并不是啥事不干 他也找到了实体失踪 陪葬品被盗案件 认为是鬼怪作祟 三米和小卡都有些怀疑是盗墓贼 大丁却姓直伯伯 似乎小卡复活 大丁的活力又回来了 案件发生在著名的牛仔镇 来到旅馆后 大丁开心地戏数墙上的牛仔照片 三米和小卡都一脸无语 杰克宝宝更是第一次看到神经质的大丁 夜晚 小卡和杰克终于能安静地进行父子谈话 警讯里传来警员被杀 杰克立刻叫醒大丁 却被他的起床气吓得不清 很快 清醒的三米决定了任务 他和杰克去墓地查看 大丁和小卡去警员受害现场 大丁兴奋地给自己和小卡戴牛仔帽 种鼻辣分地晃到当地老警察面前 结果没有任何收获 只知道死去的警员是老警员的侄子 三米和杰克找到墓地附近的殡仪馆 戴门的杰克在殡仪馆里转悠了一圈 没咽得入脸时 也没有提供有用的线索 男人又在墓地里搜查 发现被吃剩下的人骨 根据咬痕判断 这次犯事的是实施鬼 头部实弱点 杰克用电脑查询监控录像 大丁一眼就认出了嫌疑犯 因为他长着一张上个世纪有名牛仔的脸 也只有大丁这种狂热牛仔粉丝 才能瞬间辨别出 看来实施鬼吃掉了著名牛仔的尸骨 变成了这副模样 杰克根据记忆 猜到实施鬼是美艳入脸师的男友 此时入脸师成功被化妆学校录取 实施鬼不想女友离开 但又舍不得让他失望 一想到去大城市要钱 他决定取银行一趟 但实施鬼可不是去取钱 而是要抢银行 大丁四人在银行前拦截实施鬼 开启了枪战 杰克认为自己可以出力 想用能力制服实施鬼 谁知能力控制不当 只让实施鬼受伤 却不幸误杀了银行保安 杰克非常沮丧 大丁让三米和小卡先带他回文家宝 自己留下对付实施鬼 大丁遇到了老警员 他也是来抓实施鬼的 男人一怕即合开始搜索 中途老警员被抓 大丁顺着地道爬到殡仪馆 老警员和入脸师都被绑住 实施鬼想要杀掉大丁 在大丁的掩护下 老警员一枪 爆掉了实施鬼的头 剩下的事情 都有老警员收尾 大丁把银行保安的死 跪接到实施鬼头上 算是保护了杰克 大丁回到家 三人都试图安慰杰克 但有人死亡 却是让杰克自责 无法控制的能力 还死了人 他担心自己变成了怪物 最冷面的大丁都软化了 他相信杰克不是故意的 杰克为了不让自己 伤害到大丁等人 决定逃避 他打飞了三人 从温家宝消失 让我们再来看看 异世界的情况 卢西法和温妈妈 沦落到异世界 卢西法并不在意 温妈妈的生死 但这个时空里 两人都是外来客 卢西法只能带着温妈妈 想办法找 回到原世界的方法 异世界里非常荒芜混乱 好端端走在路上 就有天降正义 啊呸 天降火球杂人 荒乱之中 温妈妈趁机逃跑了 遇到了这个世界的土著 自从天起之后 这个世界的女人几乎死绝 土著男人想要欺负温妈妈 卢西法及时赶到 一拳头戳死了土著 威胁温妈妈 乖乖跟着自己 温妈妈不得不合作 跟着卢西法 满世界转悠 还要忍受 花老卢西法的叙叙叨叨 半路上遇到拦截的天使 才知道 这个世界的卢西法 早就被米加勒干掉了 卢西法一个响指 干掉了所有拦戮的天使 却引来了 这个世界的米加勒 米加勒从卢西法 口中得知平行世界 唯独穿越 随后就压着卢西法打 看来 这个世界的米加勒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一时间米加勒 把卢西法抓了起来 读取了原世界的信息 他有个伟大的计划 想穿过时空大门 去往原世界 一世界的小先知还活着 逼不得已 为米加勒研究 平行时空穿越 穿越的要素之一 就是大天使的能量 米加勒毫不客气地 划开卢西法的脖子 提取部分天使能量 小先知念动咒语 时空大门 果然裂开了分析 卢西法趁机挣脱看守 直接冲入分析中 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呢 米加勒失望不已 让小先知继续研究 卢西法顺利回到原世界 力量却大打折扣 随着杰克失踪 小卡联络天使朋友 独自出门打听消息 温家双杀只能日常办案 最近有人在猎杀女巫 并且手法非常残忍 其中一个幸存的女巫 找到温家兄弟求助 伤害他们的人在找太后 这个家伙长得 和死去的十字男一模一样 大定利用幸存女巫当幼儿 抓住了这个家伙 首先就暴打了他一顿 他自称是十字男的双胞胎弟弟 作为家族的赤乳 一直在外逃跑 三米查到了 十字男双胞胎记录的资料 大定却凭直觉认定 这家伙就是死里逃生的十字男 小卡的天使朋友并不靠谱 自从跺天后 天使数量急剧减少 杰克成为他们创造新天使的希望 天使们想挟持小卡 逼迫杰克先生 结果儿子没吸引到 把老爸鲁西法吸引了过来 鲁西法凭借身体里残余的力量 摆出一副老子牛逼的姿态 分分钟吓退了天使们 等天使们一走 鲁西法就倒在长椅上 狗烟残喘 鲁西法能屈能伸 有能力时捏爆小卡 没能力时就求合作 他把一世界米加乐想搞事的经历 告诉小卡 引诱小卡 联手杰克宝宝 三人共同保护原世界 小卡才不信鲁西法的糖衣炮弹 何况现在都找不到杰克 大定收到讯息 地狱王子阿斯摩泰似乎在跟踪自己 想要找到杰克的下落 随后又接到了小卡的电话 小卡想和大定商量鲁西法的问题 却被鲁西法掐断了电话 大定和三米只能追踪电话信号 鲁西法兴致勃勃地打听杰克的情况 阿斯摩泰却带着小弟杀了过来 一眼就看穿鲁西法的虚弱 他根本不相信他的虚张事实 分分钟打飞鲁西法和小卡 等到温家双煞赶来时 只遇到了一群恶魔 兄弟俩杀恶魔非常顺手 却架不住人数众多 就在大定和三米被杀的关键时刻 十字男双胞胎弟弟赶来 帮他们杀死了恶魔 大定更加确定他就是十字男 原来当初十字男确实死了 但他曾经从太后处得到过复活咒 复活后脱离英国记录者 逃命狗住了自己 复活咒是一次形容品 还想继续使用就要再次注入魔力 所以十字男到处寻找太后的下落 大定可不会放过十字男 开枪打伤了他 十字男趁机跑路 回程途中 大定打电话给小卡 小卡接电话后表示一切OK 温家兄弟却不知道 电话那头是伪装变身的阿斯摩泰 阿斯摩泰把卢西法当作了筹码 小卡则用来牵制温家双傻 鉴于一世界米加勒野心勃勃 想要来到这个世界 阿斯摩泰更加需要杰克的力量 阿斯摩泰找到十字男 和人魔狗样的他展开了合作 阿斯摩泰派恶魔去英国博物馆脱文件 里面记载的是追踪拿菲利人的咒语 结果恶魔中出了叛徒 小拼头恶魔似吞了咒语 干掉了阿斯摩泰的手下 并约大丁和三米见面 大丁和三米如约赶来 小拼头恶魔把一半咒语交给两人 如果验证半个咒语属实 小拼头希望兄弟俩帮自己一个忙 之后就会交出另一半咒语 三米验证出半份咒语确实真实 为了找到杰克 两人不得不联系小拼头恶魔 小拼头恶魔有两个手下 人类打杂妹和恶魔抢帝 非常棒的打杂抢组合 打杂妹擅长开各种保险箱 抢帝负责黑保安系统 小拼头恶魔希望温家双煞出手 存囤积狂老头手里 拿回一个红木箱 囤积狂老头的庄园被符咒环绕 小拼头恶魔自己进不去 想打开保险柜的大门 需要去过地狱之人的鲜血 大丁就是最好的开门器 如果温家双煞不帮忙 小拼头恶魔非常愿意 把咒语交给阿斯摩泰 大丁和三米不得不妥协 并做好了事后果核拆桥的打算 阿斯摩泰早就派人通知囤积狂老头 希望这个人类协助他们抓住小拼头恶魔 可惜囤积狂老头最讨厌的就是恶魔 干脆的赶走了保险恶魔 夜晚 三米假装带着藏品和囤积狂老头交易 进入庄园后 大丁和大杂妹偷偷躲进仓库 召唤了抢帝 抢帝出现后念了一段咒语 大丁立刻就变成了自动指南针 引领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抢帝在外开门 大丁怂怂的被扎了一针 保险柜的大门打开了 离藏着红木箱的保险箱 还有一层机关 三米被囤积狂老头识破打晕 随后立刻赶到地下室 杀死抢帝 大杂妹见识不妙 立刻逃跑 囤积狂老头还想对付大丁 却被大丁一拳打晕 囤积狂老头在庄园内是不死状态 为了进入机关室 坏心眼的温家兄弟完全没有同情心 直接把老头当作贪路器 引发于无子机关 把老头舍成了刺猬 反正他也不会死 兄弟俩顺利来到保险箱门口 大杂妹也回来了 不过他是被小平头恶魔逼回来的 因为他做了灵魂交易 大杂妹顺利打开保险箱 门外的囤积狂老头却不见了 三人也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拎着红木箱跑路 却在庄园外被老头拦截 原来老头曾经和小平头恶魔做过交易 换取儿子的健康平安 然而恶魔根本不守信用 儿子惨死 所以他找到了筹码 威胁小平头恶魔 红木箱里的东西就是筹码 众人打开红木箱 里面是小平头恶魔的尸骨 囤积狂老头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平头恶魔一刀砍断了脑袋 出了庄园 他的不死之身就不起作用了 小平头恶魔得意洋洋教会大杂妹 把契约还给他 随后掏出了另一半咒语 可大丁三米却不愿意这么放过小平头恶魔了 过河拆桥坑恶魔 他们可是专业的 小平头恶魔也不在意 直接用打杂妹的性命威胁兄弟俩 让人假意妥协 实际暗示打杂妹动手 打杂妹看懂了暗示 利用打火机烧掉了尸骨 可惜的是 随着小平头恶魔被火化 那半份符咒也被烧掉了 兄弟俩送走打杂妹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符咒 但是能够救下一个人 也是值得令人欣慰的了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 邪恶力量第十三集 九到十四集 杰克宝宝离开温家宝独自生活 他想做些好事 向温家兄弟和小卡证明 自己是个好人 想到温妈妈被困在异世界 杰克开始做实验 想去异世界救人 但他的力量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于是他想到了找人帮忙 杰克打听到有个画家是梦醒者 梦醒者可以通过梦境 在各个世界穿梭 他假冒买画的顾客 与画家接上头 可惜画家的能力似乎不够 在帮助杰克抵达异世界时 产生巨大的痛苦 杰克只能信心离开 谁知杰克走后 画家就被人发现 两眼被烧穿 死在了画室里 大丁和三米听说这件事 从监控和画家女友的口中 得知了杰克的去向 杰克似乎去了戒毒所 找另一位能力更强大的梦醒者 噩梦女 噩梦女利用单纯的杰克宝宝 逃离戒毒所 还打了杰克 委屈的杰克想还击 却被赶来的大丁和三米阻止 噩梦女趁机逃跑 杰克不得不向温家双煞 解释来龙去脉 画家帮助杰克抵达了一世界 甚至还看到了 被抓起来的温妈妈 可是画家能力不够 杰克没有勉强 更没有伤害画家 那么画家是谁杀的呢 原来是天使们干的好事 他们还抓到了逃跑的噩梦女 用她做人质 吸引大丁和三米 最重要的是能抓走杰克 他们低估了杰克的能力 反而被杰克发功搞定 就在三人带着噩梦女逃跑时 更多的天使追来 几人不得不被逼着 躲进了一艘废弃大轮船 噩梦女虽然是梦行者 但她每次只能去恐怖一世界 对梦行非常抗拒 杰克让她看到了 画家梦行时的场景 让她不要害怕 有的一世界也非常美好 天使们围攻大轮船 只要他们杀进来 就会干掉所有人带走杰克 噩梦女想到了办法 她愿意为杰克梦行 让杰克使用能力 去往指定的一世界 救出温妈妈 顺便躲过天使攻击 温家双煞拼进全力 阻止进攻的天使们 在杰克的鼓励下 噩梦女突破自我在一世界穿行 杰克和噩梦女力量爆发 随着一道亮光闪过 天使们灰飞烟灭 船舱中开启了一道时空裂缝 噩梦女被转移到别的城市 杰克成功抵达温妈妈所在的一世界 达丁和塞米 却来到了噩梦女常见的恐怖一世界 小丽梅最近见到了幻想 看到克莱尔会死 乔地警长痛不欲生 挣扎很久后下定决心 不顾爸爸黑术的反对 去帮助乔地警长和克莱尔 乔地警长听说这个消息后 立刻召唤回在外独自猎怪生活的克莱尔 并且通过之前温家兄弟的留言 发现了关键人物噩梦女 从他口中得知温家双上被困在了异世界 时间裂缝并没有消失 恐怖异世界的怪物们正通过他来到原世界 并且袭击噩梦女 在躲避怪物的过程中 小丽梅的能力被克莱尔认可 乔地警长带着四个女孩逃跑 与唐纳警长会合 六朵霸王花顺利找到废弃大船 以乔地警长和唐纳警长为首 四个女孩们在怪物们的战斗中合作良好 克莱尔带着噩梦女进入时空分析 顺利找到了大丁和三米 他们正在被不知名的人追杀 就在四人跑向时空分析时 不知名人袭击克莱尔 噩梦女为了保护他死去 大丁和三米容不得犹豫 只能干脆的带回了克莱尔 三人刚通过 时空裂缝就关闭了 乔地警长抱着难过的克莱尔 这一幕正好和小灵梅的幻象重合 原来幻象并不只是遇事死亡 大丁和三米感谢乔地警长等人的帮助 随后潇洒地离开 经过这件事 克莱尔也意识到单打独斗和太过自负 并不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 这几个女孩在乔地警长家住了下来 也许她们会成为新的连贯小团体呢 详情请参见衍生剧任性姐妹帮 不过扑街了 此时谁也不知道 异世界的不知名人居然也来到了原世界 她和噩梦女长得一模一样 唐纳警长刚刚帮助过温家兄弟 自己就遇到了麻烦 她的侄女在公路旅行途中失踪 怀疑是超自然生物干的 只能求助达丁和三米 两人自然义不容辞 唐纳警长的男友道格警长也在 不过她并不知道超自然世界 达丁和三米通过拍查 发现有吸血鬼专门绑架人类 随后放在暗网上直播拍卖 根据竞标价格切割人类肉体 快递给全世界的吸血鬼们 唐纳的侄女就是下一个被拍卖货瓶 唐纳警长带着大丁和道格警长 前往直播中的屠宰场 却发现是个陷阱 道格警长不幸被吸血鬼转化 幸好大丁发现的及时实行逆转化 三米和协同调查的FBI继续查探 却被打晕 原来这位FBI是冒充的 他就是直播拍卖的吸血鬼 现在他要把三米进行分割拍卖 大丁和唐纳警长及时赶到 救出了侄女杀死吸血鬼 救下了带宰的小三米 道格警长成功恢复成人类 不过他无法接受有怪物的世界 虽然爱唐纳 但还是选择了分手离开 练魔杀怪的生活是孤独的 也许像温家双杀这样 有相互依靠的兄弟是非常难得的了 但是杰克被送去了异世界 温妈妈生死不知 现在混作小三米没有安全感和奋斗感了 大丁把温家宝里书籍翻了个遍 找出有关异世界的书给三米阅读 试图用这些激励弟弟 大丁对于找到温妈妈和杰克 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念 不过看书实在头疼 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三米 自己出门买食物 却不幸被女巫姐妹下咒 女巫姐妹擅长做爱情咒 大丁立刻对她们言听计从 女巫姐妹想要黑魔法书 大丁立刻回家拿书 活像是中了爱情魔咒的罗恩 整个人散发着浪和猥琐的感觉 他殴打试图阻止自己的三米 顺利把书交给了女巫姐妹 三米开车来追 被花车的大丁限制了行动 女巫姐妹趁机逃跑 解除了魔咒 这个人居然是太后 卢西法把太后刷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掏心掏肠 掏脑火烧 但是强大的复活咒 还是救了太后 只不过恢复的时间很长 直到今天才出现 太后不想再任人宰割 就算是卢西法也不行 所以她也需要黑魔法书 解除大魔法师团 给自己设下的封印 如果被封印状态的太后都这么强 那么解封后的太后会多牛逼啊 在得知西叔为了困住卢西法牺牲后 太后更加不爽了 虽然她讨厌西叔 总是和她作对 但是活着作对和死掉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不管如何 太后都必须恢复实力 起码怼上卢西法不会守足无措 即使卢西法现在被困在异世界 但保不准哪天会杀回来 亲爱的们 你们太天真了 卢西法已经回来了 在太后的指引下 大丁和三米来到女巫姐妹生活的地方 太后和三米坐在车里 两人都见过卢西法的真身 知道她有多么恐怖 这种恐惧深深地刻在两人心里 太后不顾一切想要提升实力 为的就是保护自己 三米则把恐惧深深压住 连大丁都不敢透露分毫 大丁打听到女巫姐妹的家 太后立刻过河拆桥 困住兄弟俩自己走人 原来是太后指使女巫姐妹去偷书 但是女巫姐妹背叛了她 太后不得不红骗温家双傻 虽然女巫姐妹无数不行 全靠爱情周骗男人 但是有了魔法书 他们瞎折腾也搞出点事 两人想复活死去的女巫母亲 结果复活出了高级魔抗的僵尸 追着太后就打 大丁和三米挣扎着烧掉了太后的巫书袋 赶来和女巫姐妹战斗 太后肉搏不擅长 在大丁的提示下 用枪爆掉了女巫僵尸的头 之后用魔法让女巫姐妹自相残杀 算是揪了兄弟俩一命 大丁立刻就要回收黑魔法书 三米在太后哀求的衍生下 偷偷让她撕走了一夜 大丁非常不理解 三米不得不稍稍分享自己对卢西法的恐惧 对未来的迷茫 大丁没法感同身受 但是她愿意让弟弟不迷茫 在酒店中 太后终于打破自己的封印 更强大的太后出现了 话说卢西法和小卡被关在监牢 里面到处都是符咒 用来克制虚弱的卢西法 卢西法无意中发现 愤怒可以暂时恢复力量 于是在小卡的强力辱马下 卢西法爆发力量 闯出牢笼 带走了小卡 卢西法总想哄骗小卡贡献点力量 好让自己恢复 小卡才不吃这一套 两人互相痛殴对方 最后以小卡昏迷 卢西法跑路为结局 卢西法放弃说服小卡 直接找上其他天使 比如丘比特 杀人夺取力量 小卡把卢西法和异世界迷迦勒 试图入侵原世界的事 全盘告诉了大丁和三米 异世界的小先知 凭借天使神之语 就可以制造时空裂缝 兄弟俩立刻找到眼镜先知 虽然兄弟俩没有天使神之语 只要翻译出内容 就可以打开时空裂缝 救回杰克和温妈妈 卢西法力量越微弱 就会与人类越相似 他感到冷 感到饿 甚至为了弄点钱吃饭 不得不学习流浪汉乞讨 可惜他那是大爷做派 根本没人给他钱 核心的流浪汉和他叛谈 无意中透露出 附近有治疗师 能够治愈人类的伤痛 卢西法立刻意识到那是天使 这可是吸取能量的好机会 温将兄弟带着小卡 查到鲁西法的踪迹 等赶到治疗师所在地时 却和十字男撞上 十字男是受阿斯摩泰指使 前来干掉鲁西法的 可惜双方都晚来一步 鲁西法和治疗师都不在了 十字男想和三人联手 打定和三米根本不想听他嗶嗶 小卡干脆的戳晕他 放进了车后备箱 三人查到治疗师的信用卡记录 顺着线索来到旅馆 找到了还没死的治疗师 治疗师表示自己被鲁西法胁迫 带着人进入鲁西法的房间 却在关键时刻叛变 帮着鲁西法对付他们 似乎鲁西法的力量回来了一点 十字男忽然冲了进来 试图用恶魔炸弹搞死鲁西法 谁知鲁西法和治疗师提前跑路 十字男坦白自己为阿斯摩泰办事 不过愿意做间谍 给温家双煞提供地狱的消息 虽然这番话的信任度不高 但是温家兄弟表面上答应了下来 三人回到温家宝 言尽先知暴躁的翻译神之语 以前看似很平常 然而他们不知道 阿斯摩泰已经偷偷找过眼镜贤知 并给他下了咒 让他把所有神之语的消息 都透露给自己 那么鲁西法为什么没有杀治疗师呢 原来治疗师没堕天使 只是个底层天使 虽然权力不大 但是脑子灵活 堕天后利用头脑赚钱 他说服鲁西法 把自己当作储备能量 随时可以吸食 保住了性命 治疗师的野心不仅如此 他还说服鲁西法 一期找上了天使们 戳中天使们 现在缺乏数量的痛点 鲁西法用花言巧语 让天使们臣服 再度成为天使们的领头人 他许诺会造出更多天使 傲慢地坐在王座上 治疗师神情举傲地 站在鲁西法身后 众天使们单膝下跪 阿斯摩泰找到了 能够杀死大天使的武器 大天使之刃 据传言 只有大天使持有大天使之刃 才能杀死一位大天使 而阿斯摩泰手中居然有一位大天使 加百列 我们可爱的整骨怪 为什么变得这么惨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贫穷力量第13集 14到18集 眼睛闲之奋斗了很久 终于号称找到了咒语 咒语所需的材料中 有两个传说人物的心脏 小卡带着大丁前往复活 召唤传说人物 结果这俩传说人物是逗逼 一言不合就内讧 但是杀起大丁和小卡来 那是毫不留情 幸好天使之刃能对付他们 杀死传说人物后 小卡才发现 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心脏 眼镜先知的材料有问题 大丁和小卡立刻赶回温家宝 三米也被眼镜先知袭击 不过三米战斗力强 只受了小伤 还把眼镜先知关了起来 眼镜先知已经疯掉了 原来神之宇会对先知有影响 不过有灵魂的先知 都会把负面影响过滤 眼镜先知被阿玛拉吃掉了灵魂 于是他不可避免的被污染了 去往一世界的线索再次断掉 大丁和三米都有些灰心 小卡被连番的失败刺激 选择直接强硬的 提取眼镜先知的记忆 只晓了眼镜先知 被阿斯摩泰控制的事 也得知 打开时空裂缝的咒语 和所需的四种材料 大天使能量 生命之术的果实 索罗蒙分印 还有最神圣的人的血 这些材料 让温家双杀听得 一个比一个二连懵逼 只要有这些东西配上咒语 把杰克和温妈妈找回来 他们一定会有办法 击败卢西法和米加勒的 杰克来到异时节 就被米加勒抓住 米加勒探知杰克拥有巨大能量 于是让手下天使给他洗脑 开发脑力和力量潜能 可惜杰克根本不上当 米加勒非常生气 把他和温妈妈关在一起 打算等他们产生了友情或亲情 就当着杰克的面杀死温妈妈 激发杰克的力量 谁知杰克这个小机灵鬼 带着灰妈妈从牢笼中跑路了 在半路上还遇到了一世界的 报比书 报比书带着两人来到人类的避难所 米加勒似乎想把人类灭绝 但总会有报比书这样的人抗争 杰克在避难所里和所有孩子们都玩得很好 这里积极向上 努力求生的精神感染着杰克 报比书得知杰克是天使混血 立刻强硬地要求他离开 这个世界天使的背叛和杀戮 已经让所有人神经紧绷 也不能指责报比书的冷酷 调天一早 米加勒派来寻找杰克的天使们杀到 我妈妈让杰克赶紧跑 自己留下来救护无辜的孩子 杰克并没有逃跑 他想守护这群人类 终于运用自己的能力 杀死一波波袭击的天使 保护了避难所 也得到了报比书的肯定 不过杀天使并不治本 现在杰克有了更大的目标 他要灭掉这个世界崩坏的源头 米加勒 小卡去叙利亚找寻生命之书的果实 大丁和三米从网上查到了可以提供宗教物品的人 想要借机找到最神圣的人的血 结果不幸卷入神圣物品争夺的多方大战 为其中一方偷取圣兔头骨 以此换取最神圣的人的血 在这一番争夺中 有一方只是个神父 圣兔头骨以只有他所在的教堂保管 为了取回头骨 善良的神父及其全村的小浅浅 想要买回头骨 即使他原本就属于村子 大丁和三米多次转换阵营 最终还是被这个傻乎乎的神父感动 在交易现场 三米带神父出场 结果小青青不够 就在他们以为前功进气时 另外几方开展了枪战 所有人都有备而来 只听见 正常只剩下被子弹擦伤的神父 文家双傻 一击用来背锅的一方大佬 圣兔头骨 五归远主 最神圣的人的血 却没有着落 然而踏破铁蝎无秘处 得来却不费功夫 眼睛这个善良到洒服服的神父 居然就是被教皇授予的最神圣的人 就这样 大丁和三米得到了神父的血 也算拿到了第一份材料 到了下一集 这一天 邪恶力量居然和史库比联动了 文家双傻这天 给杂货店老板处理灵异事件 一个会伤人的恐龙玩偶 作为报酬 大丁兴致勃勃地搬回一台电视机 并且改造出了一间游戏影院房 结果刚打开电视 就被一道光吸了进去 他来到了史库比世界 兄弟俩成为了动画人 大丁非常喜欢史库比动画 对每一集都如数家争 对于能参与到动画中 他非常兴奋 甚至还想勾搭主角团中的美女达夫妮 并且得意洋洋地和史库比一起 吃特制无数层汉宝宝 三米对傻哥哥非常无语了 兄弟俩跟着史库比帮 一起来到城堡 据说 这集是城堡中有人扮鬼 吓走所有继承人 自己独退遗产的故事 在史库比世界里是没有鬼怪的 全都是人为作祟 大丁也是这么以为的 可是第一晚 城堡内的继承人就真的死了 鬼魂也出现了 没多久 小卡也进入了动画 原来小卡牺牲色相 和守护生命之处果实的精灵女王 结了婚 才带回了果实 但是 小卡你是不是被骗了 这分明就是山主好吗 大丁 三米和小卡 不得不直面动画里有鬼的事实 在和史库比众人的一番闹谈后 最终抓住了鬼 这个鬼只是个小孩 他是被房东老板逼迫的 房东老板拿着小孩鬼最爱的匕首 那是他父亲的遗物 逼他吓唬街道上的店主们 然后 房东老板再以低价收购商店 杂货店老板遇到的恐龙 就是这么来的 大丁和三米许诺会让小孩鬼安息 于是 小孩鬼把他们从动画中放了出来 大丁找到了匕首 三米诱火烧掉他 让小孩鬼安息 随后赶往杂货店 阻止老板被房东哄骗 用小孩鬼吓唬人的事情 没有证据 但是房东老板偷睡搂睡的把柄 可是在手 温家双煞分分钟报警 房东老板愉快地坐上了警车 这么神奇的一集也结束啦 说回证实 咒语材料已经几起两个 三米兢兢业业刻苦翻书 累到昏睡过去 大丁则偷偷摸摸 给弟弟后背贴纸搞恶作剧 这么顽皮的性格 也不知道随了谁 三米找到所罗门封印 应该是宇宙宝石 为了找到更进一步的线索 只能再去搜索温家宝里的书籍 学霸三米看书一目十行 学渣大丁哀嚎 求放过我的狗命啊 学霸能力终究比不过欧神附体 大丁找到了所罗门封印的下落 就在记录着另一个分舵的地窖里 兄弟俩远赴千里之外 打开分舵 分舵没找到 反而从密室里找到一个大美女 大美女从18世纪就被困在了这里 她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看在她美貌的份上 大丁和三米姑且相信了她 但实际上 她早就被怪物复生了 18世纪 记录者们用所罗门封印 打开宇宙裂缝 结果召唤来的宇宙雌性怪物 复生了大美女 本能就是近视和繁衍 现在 雌性怪物吃掉了附近的人类 绑架大丁 召唤雄性怪物 复生她 方便繁衍 幸好 三米带着分舵记录者后一门赶来 利用所罗门封印宝石 把怪物赶回了宇宙 之后兄弟俩顺利获得所罗门封印 十字男被阿斯摩泰召唤 他立刻到达 却吃了闭门羹 想要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 阿斯摩泰认为 没有人类能和自己平起平坐 干脆利落地暴揍十字男 不屑一顾地把他丢在了地牢边 趁着阿斯摩泰离开 十字男撬开牢门 带着被关押的加百列跑路 顺道还拿走了使馆 里面装着加百列的天使之力 前来投靠文家双杀 现在四份材料到齐 几人念咒打开时空裂缝 这次裂缝只能维持24小时 大丁决定带着十字男前往 营救温妈妈和捷克 强硬地让三米留下照顾加百列 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有任何危险 三米无奈只能答应 大丁和十字男抵达异世界 就遇上天使们处决人类反抗军 意外发现这个世界的查理妹子也在 现在异世界反抗军 由温妈妈和捷克组织带领 查理妹子是高层人员 天使们带着他前往天使营地 靠问更多的内容 大丁决定先营救查理半路被人类叛徒袭击 大丁受了毒药重伤 十字男立刻制作解药 涂在大丁的伤口上 毒虽然解了 可仍需要休息 坚强的抑制 终归很难突破虚弱的肉体 大丁一头再倒在雪地里 十字男不理解大丁执意救查理的动机 大丁突如心声 他非常亏欠原世界的查理妹子 希望可以弥补愧疚疚 血液大概很适合谈心 十字男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他现在所做的任何好事 都是在给原来的自己赎罪 三米带着小卡 见到缩在角落的加百列 加百列非常抗拒他们的接近 他趁着没人 把自己的经历全部写在墙上 原来当年酒店屠杀时 加百列又是假死逃跑 随后躲在安稳的角落里享福 结果被抓交给了阿斯摩泰 阿斯摩泰不断折磨加百列 吸食大天使之力 从最弱的地狱王子变强 在三米的恳切劝解下 加百列终于恢复了神志 可即使吸收了使馆内的力量 他还是无法完全恢复 精神上依旧害怕阿斯摩泰 阿斯摩泰体内的力量 来自于加百列 他感应到加百列就躲在温家宝 立刻打电话给三米 威胁他交出自己的储备粮 见三米不答应 直接带着恶魔们杀到 三米和小卡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加百列也被恶魔挟持带走 眼看阿斯摩泰就要杀害三米和小卡 加百列终于愤怒爆发 恢复能量秒爆了阿斯摩泰 第四位出场就牛逼哄哄的地狱王子 就这么轻易的狗带了 虽然加百列恢复了自己的精神 但他拒绝参加一世界救援活动 立刻跑路了 另一边 大丁和十字男终于抵达天使营地 干脆利落地救出了查理妹子 然而这下的时间不多了 大丁想带着查理妹子返回原世界 查理却坚持不走 十字男也选择了留下来 帮助人类反抗军 大丁无奈只能独自返回 大丁这次一世界之旅 基本没有收获 等回来看到连天使之力都没了 这下是真的要先捉了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 十三季的最后几集 十九到二十三集 本季大结局 接着上集 大天使之力是指望不上了 温家兄弟和小卡 就把主意打到了太后身上 太后完全没空搭理他们 忙着在派对上火烧人类 温家双莎里克赶往当地 在半路上被美女死神跟上了 被太后杀死的人 在社会意义上算是人渣 受害人尸骨旁边 还有个淡淡的烧焦痕迹 这个痕迹是死神被杀死的标记 原来美女死神想求助温家双莎 太后表面上在烧人渣 实际是提前这些人的死亡日期 吸引来死神想烧死他们 一旦这些不该死亡的人 发生蝴蝶效应 造成巨大的变动 死亡骑士就会发动瘟疫或黑死病 对人类进行大清洗 死神们手中有每个人的各种死亡方式 自然也有太后的 她的死亡方法多样 但是动手人都是三米 因此美女死神才找上温家双莎 希望他们解决太后 大丁和三米把太后约了出来 问她最近频繁杀死神的动机 自从解分能力后 太后就想要C叔复活 因此屠杀死神 吸引死亡骑士出现谈判 兄弟俩完全劝不动太后收手 大丁被太后雇佣的人类保镖暴揍一顿 三米追杀太后却不忍心动手 被迷晕带走 既然杀死神无法让死亡骑士动容 那么试图杀害温家双莎之一 总能吸引来死亡骑士吧 这两家伙简直是bug一样的存在 太后失重让三米濒临死亡 果然现任死亡骑士比利出现了 比利拒绝了太后的要求 甚至表示就算杀了三米 她也不会妥协 太后最终没有伤害三米 用全部法力怼死亡骑士 依旧没有办法撼动她 太后绝望地哭倒在地 比利温柔地安慰她 太后不得不放下了心结 大丁赶来看到弟弟平安无事 坐下心平齐和地和太后谈话 兄弟俩安慰太后向前看 告诉她鲁西法回来的消息 知道自己最终会死在三米手中 太后对鲁西法的害怕稍稍减轻 但是恨意却没有削减 她同意帮助兄弟俩去异时解 救回杰克和温妈妈 小卡独自去找了天使们 希望得到帮助 结果现在天堂并不好 天使就像是天堂的电池 天堂正常运行需要天使们 现在整个天堂只剩下九个天使 又缺乏大天使作证 随时可能断电 一旦天堂崩溃 那么安息的灵魂们都会流落回人间 小卡不忍心自己的家就这么衰败 答应天使们会找回加白猎 如果找不到也会另想办法 天使们却很随缘 毕竟万物总会有终结 目前为了维护天堂的运转 天堂与人间的大门将会关闭 小卡感到非常无力和伤心 太后帮温家上下锁定了加白猎的大体位置 没等两人开始寻找 受伤了的加白猎就自动送上门来 接着就有人寻仇上门 无辜的大丁和三米被寻仇人暴揍 加白猎在一旁吃瓜围观 关键时刻出手插死胖子寻仇人 扫包寻仇人立刻跑路 寻仇人都是半神 属于挪威神族 加白猎之前已经杀过一个 具体原因要追溯到旅馆大屠杀 加白猎跑路后 找到了几个熟人 包括半神三兄弟 开始躲仓享受生活 结果好日子没过多久 就被这些家伙绑起来卖给阿斯莫泰 这一切的主导者就是他们的父亲 洛基 加白猎曾经帮过洛基 在第一次离家出走后 洛基帮他摆脱天使身份 借出自己的样貌和身份 第二次加死跑路 洛基却出卖了加白猎 加白猎这么多年都在忍受痛苦 他要杀死洛基报仇 为了争取加白猎之后的帮助 打定和三米不得不帮他报仇 三眼来到洛基藏身的小旅馆 加白猎顺利杀掉最后一个半神 打定趁机找上洛基 想要速战速决 却发现面前的洛基只是幻影 洛基原本和加白猎是好友 友情帮助他躲避天堂追查 条件就是不许再掺和进天使们的事情 结果加白猎掺和回去也就算了 旅馆大屠杀时 还连累自己的父亲奥丁惨死 这笔账洛基算在加白猎头上 洛基暴揍加白猎 嘲讽他只是个遇事逃避的胆小鬼 早晚都会被人害死 加白猎最终压制住洛基 在愤怒中了结了洛基的生命 报仇结束 洛基的一番话也唤醒了加白猎 他不能再逃避退缩 决定加入温家双杀 帮助他们救回杰克和温妈妈 制止一世界米加勒入侵 这次进入一世界 大丁依旧不想弟弟冒险 可三米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世界中 杰克带领反抗军取得多次胜利 这让他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温妈妈希望杰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米加勒忽然带着天使们离开了营地 杰克和温妈妈带着部分反抗军抵达时 只找到被关在地牢的小先知 从小先知口中 杰克了解到米加勒的动向 想单独外出对付他 却被温妈妈劝阻 这么多日子相处下来 温妈妈已经把杰克当成自己第三个儿子 并不希望他去冒险 这么温情是挺不错 不过温妈妈你差倍了 杰克宝宝不是你的小儿子 而是你的大孙子 杰克还是决定要出发 小先知拦住了他 一世界的小先知被米加勒洗脑 听从指挥做人肉炸弹 用符咒牺牲自己 杀死抵达的反抗军们 杰克只来得及保护好温妈妈 其他跟随的反抗军都无辜死去 杰克终于从之前的胜利中倾行过来 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 没有保护好所有人 随着四种材料在渡击期 似乎又可以去一世界环游一圈了 温家双煞 小卡 加百列和太后巨头 太后负责念咒 结果加百列的大天使力量太少 在众人无欲的目光中 打开的时空裂缝 嘿嘿嘿 迅速地尾了 大丁 三米和小卡在厨房争执 是否要绑架卢西法 夺取他的天使之力 最终三米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寂寞空虚冷的加百列和太后 胡料一番后 在客厅完成了生命大和谐 温家兄弟是一脸懵逼 小卡低头表示 真的没眼看 那鲁西法最近怎么样呢 他虽然接管了天堂 但成天啥事都干不好 履行上帝的职责 听人类的祈祷 结果越听越烦 偶尔有个驱魔祈祷 他到场解决恶魔后 一说出大名 驱魔师就吓得要死 又觉得不耐烦 就杀掉了他们 干不了上帝的活 那就想办法创造新天使吧 结果 这只是鲁西法欺骗天使们的谎言 现在的鲁西法 是干啥杀不成 吃啥杀不胜 根本就没有一点霸气嘛 他只能躲到人间酒吧 失忆地喝酒解闷 正好被加百列和太后捕获困住 他们割开他的脖子 时时刻刻 流出大天使之力 方便时空分析 长长久久地开着 众人利用鲁西法的力量 打开时空裂缝以后 现在除了太后留守 其他四人都来到了异世界 在前往反抗军营地时 偶然救下两个人类 他们被吸血鬼袭击了 异世界人类越来越少 吸血鬼等怪物变得越加疯狂 大丁决定带着两个人类 一起穿过隧道前往营地 隧道中时不时出现危险的吸血鬼 其中一个人类被杀 三米被吸血鬼拖走杀死 大丁非常绝望 却只能在小卡的阻拦下 带着众人前进 然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 弟弟被杀的一幕 咒语成功抵达营地 我妈妈看到大丁 激动地上前拥抱他 然而此刻 大丁早已失去了微笑的能力 话说三米在吸血鬼巢穴中死亡 却忽然完好的醒了过来 居然是鲁西法复活了他 原来鲁西法在原世界一直激怒太后 太后忍受不住开始激愤他 正好增加鲁西法的愤怒值 力量大增突破束缚 鲁西法试图杀死太后 却被咒语反弹进入了异世界 闯了火的太后想跑路 但转年异象还是留了下来 从魔法书中找到咒语 保持时空分析开启的状态 三米不想领鲁西法的亲 但是周围都是凶恶的吸血鬼 突围还是要靠他 鲁西法的条件非常简单 带他去见儿子杰克 三米只能答应 两人一起来到营地中 周人看到三米平安归来非常开心 然后就见到了得色的鲁西法 鲁西法扮演无辜善良的老爸 大丁强硬地让杰克干掉鲁西法 两人吵了起来 却忘记杰克宝宝最害怕争吵 他害怕的原地消失了 鲁西法友好的表示 自己能够帮反抗军对付米加勒 顺从地带上限制行动的天使镣铐 其他人这才想到 时空裂缝的关闭时间 据鲁西法的描述 时空裂缝还能支撑31个小时 多起来的杰克反复想着妈妈的话 还有最近保护人类失败的挫折 决定要听听鲁西法的说法 杰克宝宝还是个孩子 又处于迷茫期 胜负忽然出现在眼前 养父却不给解释 强硬地要求杀人 潜意识让他想了解 这个温柔的鲁西法了 反抗军暂时斗不过鲁西法 我妈妈也想留下保护他们 不想回原世界 三米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带着反抗军回到原世界 等有了足够的武器和力量 再回来 大丁担心杰克被鲁西法蛊惑 我妈妈却相信 杰克是个善良聪明的孩子 查理妹子和十字男 被人类叛徒出卖 温假人全体出动 成功把两人营救回来 一世界报笔书 同意去原世界暂避的主意 众人开始准备迁徙 话说鲁西法 一直在杰克面前扮演好爸爸 加白列私下里警告鲁西法 手中无作样 歉意前 杰克希望能干掉米加勒 完成在一世界的目标 三米不同意 但是他的劝解没有用 反而是鲁西法温柔的讲道理 劝住了冲动的杰克宝宝 哎 在传销洗脑高手鲁西法面前 其他人都是渣渣呀 杰克被鲁西法打动 甚至开始叫他父亲 这把三米气得不轻 此前小孩居然这么容易就被拐走 三七七 众人顺利来到时空裂缝 只有剩下几分钟时间 太后一直在艰难维持 反抗军陆续通过裂缝 米加勒追了上来 鲁西法自告奉勇上前对抗 却被打伤 加白列拖住了米加勒 给大丁和三米争取逃跑时间 却被秒杀 大丁率先通过裂缝 三米却把受伤的鲁西法推开 留下他和米加勒被困在了异世界 大部分人都得救了 欢乐的氛围持续 似乎一切阴影都消失 只有杰克失落地坐在一边 然后他们不知道 异世界鲁西法正在与米加勒合作 想要再度打开时空裂缝 合作的条件是鲁西法得到杰克 原世界送给米加勒糟蹋 杰克回到原世界 却还是会做噩梦 问到自己无法救下人类 大丁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难得心平弃和地劝解杰克 承认杰克是自己的家人 受到认可的杰克宝宝非常开心 三米却带来不好的消息 反抗军中有人被杀 这加重了杰克的愧疚 他认为反抗军中所有成员的生命 他都有责任保护 这样沉重的责任感非常像大丁 杰克宝宝真的不是大丁的儿子 成员似乎是被人一拳打死的 便利店小哥有嫌疑 杰克根本没有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冲动地去伤害便利店小哥 杰克怎么也拦不住 大丁只能开枪阻拦杰克 实际上便利店小哥根本就是无辜的 杰克宝宝更加迷茫了 想着过往的一幕幕 他哭着拍打自己 觉得自己只会做坏事 伤害人好让人心疼啊 就在他自暴自弃时 卢西法突然出现 便利店中 大丁 三米和小卡被米加勒袭击 看来这两个天使成功来到了原世界 卢西法哄骗杰克跟随自己离开地球 这样就不会伤害人类了 杰克非常心动 但是走之前他还有个愿望 那就是让卢西法复活死去的成员 卢西法无奈照做 随后带着杰克离开 赶回来的三人没有机会阻拦他们 米加勒杀到温加宝 就在他即将杀死大丁时 三米向杰克祈祷求救 杰克听到后立刻回来 打飞米加勒就下重人 大丁和三米才有机会说出真相 那个成员是被卢西法杀死的 他根本不在乎人类的性命 伪装成友善的样子 不过想骗走杰克 杰克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卢西法也不想再装成好爸爸 干脆撕破脸 吸食了杰克宝宝的强大能量 带走了杰克和三米 卢西法现在处于最强大的状态 大丁想起自己N多年前的人设 米加勒之剑 只要他成为米加勒的皮囊 就能让实力变成最强 此时 卢西法正在小教堂里 玩弄杰克和三米 两人只能活一个 三米选择让杰克宝宝活下去 大丁与米加勒合为一体 不过控制权还是在大丁手上 他们终于五毛特效装逼出现在卢西法面前 随后经费用光 两人开始吊着威亚肉搏 想要杀死大天使 必须是大天使首次大天使之刃 三米把大天使之刃扔给大丁 成功捅死了这么多季的大boss 卢西法 不等众人开心 米加勒强硬地侵占了大丁的肉体 完全压制住大丁的意识 消失在众人面前 这一切只有小卡早有预料 悲伤地坐在家中 米加勒用着大丁的肉身 换上考究的服装 得意地走在人间街头 《邪恶力量》第十三季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一季中 我们看到很多以前的老朋友 加百列 宝比叔和查理妹子 同时也等到了太后洗白 卢西法彻底扑街 本季中 文家双杀辛辛苦苦寻找大天使之力 不惜绑架卢西法 我的内心一直有个疑问 你们忘记被关在地狱牢笼里的米加勒 和温小三了吗 原世界米加勒辛辛苦念念大丁的肉身 结果被意识界米加勒轻松获得 非常想采访一下他的感悟呢 本季的主题是 教导杰克宝宝 穿越到意识界救回温妈妈 铺垫了这么久 最后两集搞定 却留下了下一集的悬念 怎么搞定天使丁 下一集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期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